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月8号下午4点多 吴造金拨打110报警电话投案自首 民警到达事发地水墨吴村之后 吴造金表现得有点冷静 吴造金说 当天中午他和妻子魏琴从县城乘坐出租车回家 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下了车 出租车到了前面那个拐角的位置 因为那个位置比较好掉头一点 吴造金跟他的妻子下车 下车之后呢 那个吴造金跟妻子准备就是步行回家了 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不想走了 停在这个位置 魏琴顺着这条身先小路跑了下去 吴造金追上了妻子 并把妻子拖倒在了地上 拖了一段距离之后呢 这个吴造金就换了一个手 抓到他的头发 因为当时他心里可能已经很气愤了 就是说这群人怎么还要跑啊 然后就抓到他头发一直往下拖 拖到他大概下面一个稍微平点的位置 因为这个石板路和下面石板路 虽然说总体上来说都是一个下坡 但是中间还有一个平缓的地带 到了这个地带 他可能有点拖不动了 吴造金就从别上捡的石头砸这个感觉 最终吴造金将妻子活活砸死 那都是正面朝上 正面朝下 正面朝上 有点像土一样的 颜色是这种 青色的 有点像这种草 无点像这种颜色 你总共是用了多少 两块 当时我们感觉他如果用石头这样砸 应该是带着很大的分度去砸的 一般人可能砸两下 如果看到受害者 变成这个样子的出血 或者喊叫或什么 他就会停止 但是这种伤感觉是经过多次的这种猛砸之后 才造成这种后果 在乌原县看守所里 记者见到了犯罪嫌疑人吴造金 他和妻子结婚八年 予有一个八岁的儿子 吴造金说八年来 他对妻子的爱从来没有变过 吴造金告诉记者 当时妻子不想回家 他觉得很生气 就想报复对方 吴造金说 妻子当时不说这句话也就罢了 正是这样一句话 反倒是触碰到了他的心理底线 那么妻子的依据对未来对家庭的承诺 为什么会让吴造金更加的疯狂呢 八年的夫妻 他们之间又究竟出现了怎样的矛盾呢 2006年的5月 吴造金在浙江萧山打工的时候 认识了小他八岁的魏晴 除了是老乡之外 类似的家庭不幸 更是让这对青年男女 有点同病相连 这时候我们一起家里面的情况 我感觉我们两个都是 怎么说呢 我16岁妈妈也去世 他16岁妈妈也去世 类似的不幸相互的关心 让两个人很快结合在了一起 婚后 吴造金和妻子一起打工 共同抚育孩子 小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虽然夫妻间也会闹点别扭 但都不是大问题 吴造金从事机械加工 在厂里算是技术骨干 一个月收入最少有5000块钱 所以之前妻子不上班 他也无所谓 直到去年 他们在屋原县城 按揭购买了一套商品房 家里的经济状况 才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我就是找个房子买到这个下场 不买房子他不用干活 整天都往五十月 买了房子嘛 这起码要赚点钱 这起码生活稍微好 你有两个人赚嘛 稍微好一点 为了增加收入 吴造金去了浙江铜炉工作 而妻子在浙江萧山找了份工作 去年的四月份 吴造金和妻子回到物园 办理银行按揭 就在那段时间 他发现妻子的QQ有些不对劲 我看过他QQ 他上面写的东西嘛 他说的这样一句话 他好像是什么老公什么东西 他说我爱你什么 我打就不对啊 他从来都没这样叫过我 吴造金说 自己就此事质问妻子 妻子竟然毫不犹豫地承认呢 他说我对他不好 干嘛 就嫌我工资低 什么东西 我也搞不清楚 他就是装饰 就提前是离婚 我接受不了 我说毕竟我们有感情 是不是 有小孩 吴造金说 为了让孩子有个完整的家 他坚决不同意离婚 后来 妻子在家人的劝说下 也答应好好地过日子 吴造金说 从那之后 他一直努力地克制自己 维持这个貌合神离的家庭 没想到圆月13号那天早上 他刚赶回家过年 就碰到妻子的情人找上门来 我叫出去 我说你来我家里干嘛 我小孩子看电视 那时候我小孩在 我也不小 小孩太难看 本来说 本来说我那个脾气 我就当时我就打 为了孩子维持这个家 吴造金再次用这样一个理由 说服了自己 可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 吴造金说 案发前一天 他在镇上再次碰上了妻子 和那个男人在一起 吴造金说 当天晚上妻子又没有回家 他便打开了妻子的微信号码 想从中发现对方的踪迹 但结果 他不但看到了妻子 刚发的一家宾馆房间的图片 还看到了一段话 他这样说 他输出上面说 再进了物园 他就直接要走了 他不管我们了 毕竟再说了 我房贷要还 是吧 他什么都不管了 说在六月份交房的时候 他不在 我房子都拿不到 钥匙都拿不到 于是吴造金深夜到县城 寻找未勤 结果无功而返 第二天 朋友教他使用微信软件中附近的人功能 搜索周围的微信号码 看有没有未勤的号码 有的话 再按照上面的距离提示 查找试一试 按照这个方法 吴造金还真的找到了 妻子所住的宾馆 就问人家说 你们这里的那个房间设施 是不是这样的 不是有一个橱柜啊 有电视有电脑的吗 他们那个服务员一看 他说 这个就是我们这里 吴造金说 因为不知道房间号 他当时就在宾馆大厅里等 一直等到了2月8号的周末 就是我想去问 还有几个人没有退房 我刚好要问 就听到那个定期 那个鸣声响 我就看了一下 好 他们就下来了 前面一个男的 后面 我老婆下来了 他有事有事 他一看到我 感觉有点惊讶的那种 我就直接就把他拉死了 从上出租车到下车 吴造金和妻子一直在争吵 对方也坚决不愿意回家 这让他最终丧失了理智 就头一听 打了他另外一个 就是跟那个讯号的那个 就当时就用这句话来拼我 他说什么东西 他说我 我以后都不离婚了 打了锅子 全部都听你的 他爹也听着又说 心里的那种 把以前的种种不愉快 种种的这种愤怒 都爆发出来 集中在这一次 那么吴造金所说的 是不是事实的全部呢 魏晴又究竟为什么 不再留恋这个家呢 带着这些疑问 记者找到了魏晴的母亲 和弟弟了解情况 说实话 这个我这个姐夫 以前的蛮好 就是我姐姐最讨厌他一点 就是他喜欢赌博 魏晴的弟弟告诉记者 吴造金其实收入不错 可就是好赌 去年到县城买个房子 还问他们借了不少钱 魏晴夫妻俩经常吵架 甚至说要离婚 而两人另一个矛盾 就是魏晴喜欢上网聊天 吴造金却看不惯 整天疑神疑鬼 然后我姐姐上课给我那些东西的话 他就说 那课上的朋友都是跟我姐姐 不是男人 所以他就怀疑这个怀疑那个 本来是女朋友 再搞得更加复杂化 就被人一发布格收拾了 魏晴的娘家人告诉记者 当初他们都希望魏晴 能和丈夫和好如初 可是 魏晴经常的魏晴实施家暴 最终让他们也感到失望 我跟他在他们一起了 他跟他一块了 我女婿看他 就是贝下去的也可以 他就是这么实情都可以 等我们两个人一走开 就是独打 打他 魏晴的娘家人说 正因为这些原因 魏晴逐渐对魏晴死了心 一门心思要离婚 可魏晴就是不肯放手 我就是有点像是那种 就是那种看不开的样子 他那种小心眼的心情 就是说 就是觉得在他引力 可能就觉得一会儿就是丢人了 但我姐姐跟他是心事 帮你去他这么说 叫我女儿呢 房子被儿子 被儿子我女儿说可以啊 房子被你 他说这个债务 请了那我家的债 他也是叫我女儿去还 他说这还要叫他拿八万块钱 给我女婿 我女儿怎么拿这么多钱 他赚了钱买房子去了 魏晴的弟弟告诉记者 吴造金说 姐姐在外面有情人都是空口无凭 他们说我姐姐在外面有的 然后我们说 你这种没平没据的事情 你就实在无心 吴造金和魏晴 这对曾经同病相连 相扶相邪的夫妻 为何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记者的调查 已经找到了一些答案 吴造金在处理情感 处理家庭矛盾上的不理智 最终酿下了苦果 他说男女已经死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报案了就要 我说你怎么这样子搞 我就跟他说 我骂他了 气死了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吴造金的父亲始终用手扶着柱子 老人家告诉记者 原本在县城读书的孙子 因为失去了父母的照顾 只有跟着他一起生活 而自己今年已经62岁了 身体也不好 不知道还能撑起 这个破碎的家多久 我年纪这么大了 还要带他 他是九个年头的 是2007年 2007月生的 那时候没想过 那时候什么都没想 没想到 现在想也没用 已经迟了 想这样 是 台房中魏晴的弟弟 告诉我们的记者 作为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 那种心理上的阴影 他有过亲身的感受 而如今外甥小小年纪 要承受的痛苦 比他当初大得多 这是让他这个舅舅非常忧虑的 恋爱可以凭感觉 而维系一个家庭 靠的是爱 责任 沟通和宽容 只有这些才能让我们得到一种 稳稳的幸福 超市老板 发现 妻子半夜 与对门家居店老板 通话聊天 发现 他一奔成的 你的教练 你知道 他电话 什么意思吧 老子打麻将的 你说他的欠你 他老婆也会打我 这样吧 你半夜也会打 这样我就挺住了 家庭破裂 他为何坚持几件 最终制造惨剧 他老婆跟我 打我 我说这个没事 和被邻居 都会打打电话 其他什么事都没有 疯狂的邻居 本周二 晚间八零零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晚间八零零 您还可以登陆将其网络广播电视台和新色传媒网 收看本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 接下来请收看年代传奇女人大气乱世玫瑰的第四十和四十一集 欢迎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